嗨~~ 哈的群迷喵咪打戰爭時間啦 那今天晚上9點的話呢 是我們的狗狗大戰爭啦 沒有錯好不好 如果大家喜歡狗狗大戰爭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晚上9點的影片 那今天本帳要幹什麼東西呢 本帳這邊的話 最近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沙漠關卡 就是這個壽食關卡 還剩31分鐘就先來K一下喔 那這關卡的話 沙漠的怪事裡面是個劇毒怪鳥 那我覺得這個應該才是我們昨天那個... 黑色的鳥的關卡吧 1 2 3 4 5 6 7 7 1 2 3 4 5 6 7 7個問號 來看一下那個沙漠怪鳥 我覺得應該就是黑色敵人這邊了 我們就直接給牠走起好不好 這個應該是啦 牠都叫做劇毒怪鳥對不對 那我們昨天的話基本上有遇到過了 所以應該是還好 好 這邊的話 欸 黑色敵人果然好不好 這邊的話 看起來又是我們這個黑色帝王 然後 音樂的話呢 感覺很沙漠的風格欸 貓戰其實都有一直在做... 欸果然是牠好不好 貓戰其實一直都有在做那個背景 跟就是那個音樂 還有一些角色的提示 真的很棒喔 好 那沙漠怪鳥是吧 沒有問題啦 好不好 這邊先看一下 能不能叫出我們的那個... 劍聖 欸 劍神 先來一個4275塊 GOGOGO 開砍開砍 砍爆砍爆 砍爆砍爆 然後這邊繼續努力往前走 開砍開砍 沒問題 砍掉之後龍弓獸先出來喔 畢竟這是我們的黑色敵人關卡喔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這個劇毒鳥妖就是牠了 但是基本上牠的劇毒不是百分之百觸發啦 這點的話我覺得就是讓大家還蠻 蠻開心的一件事情吧 如果牠跟毒劑一樣就是百分之百觸發的話 那真的會蠻恐怖的就是了喔 加油加油 弄起來弄起來 675 好 這邊看起來是ok的喔 然後現在可以出炸彈貓來暫停那個地王 因為我們這隻那個毒黑鳥啊 這邊比較...毒黑鴨啊 牠應該是鴨子 鴨這邊比較麻煩就是 牠好像不會被暫停 要不然就是牠每次的攻擊速度間隔時間都太快了喔 所以基本上我們炸彈貓一過去就馬上被打死了這樣 但是我們這邊劍神跟龍弓獸完全沒有問題喔 直接給牠走起 劇毒怪鳥我們也不怕啦 然後這邊675 這個我們的魚的貓 GOGOGO 關卡看起來真的就還好好不好 我覺得比昨天兩隻一起登場還要恐怖... 就還要還好一點點 昨天那兩隻一起登場真的蠻恐怖的 一個惡魔族的護盾對不對 再加上那個 再加上我們這個 就是毒擊怪鳥 蠻麻煩的喔 但是我覺得現在最怕的就是 如果牠哪一天就跟我們那個毒雞啊 整個加在一起合作的話 我覺得應該就... 劇毒怪鳥關卡給牠打完了 拜託希望你不給我壽死也沒關係 你可以給我個地圖嗎 讓我探索一下這個世界好不 我們壽死現在累積得非常非常辛苦啊各位 真的累積得非常非常辛苦啦 我求你了好不好 我求你了 算我求你了 沒有 真的是... 這關卡是不是就不會掉東西啊 有可能耶 好 再來是亞西比沙漠 來 這邊的話有這個酷熱沙丘第五區喔 不知道這酷熱沙丘裡面會有什麼東西 因為之前的話第五區是還沒開放的 那現在來說的話 第五區都開放了那就看一下喔 不過第五區的話應該目前來說 都有可能是我們作證的那兩隻新的那個 操受關卡喔 來 那我們就直接走起 拜託拜託 你們不給我壽死也沒有關係好不好 不給我壽死也沒有關係 但是可不可以給我 給我探索地圖或什麼之類的阿 對不對 你起碼讓我去別的地方可以拿壽死嘛對不對 你這樣什麼都不給我好像 有點難過你知道嗎 有點小難過阿各位 有點機會吧 來嘍來嘍 這是什麼 哇 都是他耶 他現在是不是我們的第五區守門員阿 哈哈哈 第五區開放啦 守門員都是他 第五區守門員 好險目前感覺起來還是兩大黑影的關卡比較多 來來來來 喔 毒擊怪鴨 黑色毒擊怪鴨 感覺是被烤嬌的角色有沒有 烤嬌的烤嬌的 來來來來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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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關很多異星角色喔 異星敵人一大堆 這個毒擊怪鴨是確實真的挺麻煩的 因為他的那個 該怎麼說呢 他的那個血量好像蠻高的 我們只能靠劍神在旁邊 一直瘋狂狂打猛打 喔 靠他了靠他了 Nice 撞起來撞起來 哎哇哇哇哇哇 雙鳥出擊 紅鳥尿黃 黑鳥尿一起來了 哇 太神了太神了 欸他是渾身一擊在叫他毒擊耶 這兩隻鳥 有點神 好不好 喔不是鳥啦 這兩隻鴨啦 好不好 之前我們看過介紹了 他是鴨子才對喔 鴨子鴨 打打 好這邊加油喔 然後 我們的殺技都在旁邊拔戰 因為我們帶了他沒辦法打的這個 屬性的 關卡 他旁邊拔戰 哇這兩隻 這一次的這個武區好像比 昨天打來武區還要再麻煩一點點 因為昨天打來武區的話 就只有一隻那個 黑色鴨鴨而已喔 這邊又多了一隻那個 紅色鴨鴨確實比麻煩喔 好加油 然後這邊還有一大堆這個異星的敵人喔 慢慢砍慢慢轟 慢慢砍慢慢轟 這個鳥的話 這個鴨的話應該是那個吧 應該是我們的那個 黑色敵人 鴨跟鳥分不清楚 一直說人家是鳥 阿人家雲就是鴨 天阿 欸我的殺技居然 還活著欸 罰戰罰得好開心欸 所以再一隻劍神 欸 我們打遠一點點 不然我殺技可能就要掰掉了 來啦 劍神再開砍 哇 殺技被打到一下了 哇在那邊很久了欸 一直罰戰了喔 哇這兩隻真的也太神了吧 雙鴨出擊 欸 第五區現在目前來說開放了 然後大家目前來說有沒有就是 打到什麼就是比較困難的第五區 我覺得目前來說第五區排行榜的話 這關算是應該會挺麻煩的喔 因為有兩隻這個鴨鴨 兩隻鴨鴨 而且感覺他們呢 其樣都不少喔 其樣都不少 打滿久的 真的打很久欸 一隻都不肯死欸 雖然我們可能沒有帶香對應屬性的啦 但是應該 一般來說也不會打那麼辛苦才對 哇這個硬的邦邦欸 好硬喔 天啊 太硬了吧 好硬好硬 那拜託你給我個壽死 要不然給我個探索地圖好不 哇你看剛剛那個毒擊 已經弄爆我們了欸 哇那個毒擊再加他渾身一擊的效果 真的是要求 好啦 紅色的先解決了 那看來黑色的果然比較厲害一點點 黑色的果然比較恐怖一點點 來來來 出擊 出擊出擊 待會可以再出一隻劍神 我們贏出第三隻劍神啦 各位 喔拜託 開砍這隻 把砍歪 可是懷疑我們是不是把傷害都灌在別隻身上 喔可以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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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砍爆全世界 對我感覺剛剛好像應該是 蠻多下都沒有砍到那個 黑色鴨鴨本身的喔 因為這關太多異星碟會幫他擋了啦 好不好 這個 異星海報一大堆 欸剛剛應該蠻多傷害都打到那個 紅色鴨鴨身上了 可以 沒問題 太好了 哈哈哈 喔拜託 拜託 希望好不好 最終的結果是 給我個探索地圖 要嘛就是給我壽食 其實給探索地圖會比較爽啦 因為探索地圖裡面的關卡 那個拿的壽食那個量會比較多 好不好 所以 拜託 給我 給我 壽食地圖 好 算我求你了 哈哈哈 算我求你啦 拜託啦 拜託 來來來 GOGOGO 算我求你了喔 辛苦 沒問題 海報這邊 都輕輕鬆鬆打掉 酷樂沙丘第五區 好不好 目前來說 應該還有幾個 第五區的感覺啦 好不好 那個到時候看到的話 我們可以再來評比一下 欸你覺得哪個第五區 欸比較可怕一點點喔 那目前來說我們第五區的 這個關卡是開放的 大家 欸有給我一個紅壽食欸 還行吧 那目前來說我們這個第五區開放 大家有沒有遇到一些 比較恐怖的一些角色呢 都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喔 感覺都是我們那個 黑色鴨鴨在守門吧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殺意貓 還差多少壽食才可以那個 進化 進化這邊還需要三個藍的 跟三個倉 兩個倉的這樣子喔 看起來是 還有一段距離喔 那Z下的話 其實這邊都還有在刷東西啦 所以盡可能就是看一下 能不能再把我們的地圖 給他刷出來 然後這邊的話呢 巨大器而大哥Z喔 這邊會直接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18、19、20關卡喔 我們就接下來再看一下喔 好 那今天的話就被我們 第五區的這個 黑色鴨鴨控住啦 兩隻鴨鴨出擊 真的是還蠻硬的喔 呵呵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取品牌見囉 大家掰掰啦